农民起义哪次是洪秀全领导的? 津田起义是洪秀全领导的 1850年末至1851年初 由洪秀全、杨秀卿、萧朝贵、冯云山、维昌辉 施达开组成的领导集团经过多年筹备后 在广西津田村组织团体 发动对满清朝廷的武力对抗 洪秀全在津田村庄严宣告起义 后建国号太平天国 起义军成为太平军 封武军主将并颁布简明军律 全体将士续发一幅 头果红金 从津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 津田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伟大的 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 它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的最高峰 津田起义担任反封建反侵略双重任务 反对封建主义 加速了清王朝和整个封建制度的衰落和崩溃 反侵略 打破了西方侵略者 把中国迅速殖民地化的企图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